大叔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身边躺了支猎豹 就在半小时前 大叔正在帐篷里呼呼大睡 下一秒就感觉头顶有骨暖意 就像是睡在自动加温的枕头上 大叔正想起身查看 却没想到转头就和猎豹四目相对 大叔吓得大气不敢喘 赶紧转过头继续装睡 还好花豹并没有理会大叔 看见这野生抱枕再次睡了过去 大叔这才松了口气 虽然大叔看起来若无其事 实则内心早已慌得一皮 现在他只能静静地躺着不敢动它 默默说服自己睡着就好了 努力了十分钟 大叔根本睡不着 无聊的他又开始了倒抱 不过似乎也没有啥作用 于是大叔拍了一张合照发到网上 看看有多少人点赞 而此时的猎豹依旧睡得很香 听着抱枕传来的呼噜声 大叔高度紧张 过了好一会他终于扛不住了睡了过去 但没想到猎豹突然半夜惊醒 不停地舔着大叔的脑袋 估计这是饿了想要吃宵夜 然而大叔可能睡糊涂 竟伸手抚摸了一下他 但奇怪的是 猎豹并没有攻击大叔 而是又相安无事地睡了过去 最终到了白天 猎豹自己走了